嘿大家好,这是Kosh,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为什么我不把我的钱放在银行里面 如果我把我的钱,很多钱存在银行的话 我会有的是什么东西呢?你知道吗? 我会有的是他们的小小发现的percentage as an increment of interest receipt 有没有,我们全部人都知道的 你放多少钱在银行都好 他们给你的回报率是多少钱 是很低的一个percentage,有没有 如果你把你的钱放在fixed deposit的话 那fixed deposit最多给你2%到4% 有没有,现在之前我们马来西亚来讲的话是4% 现在变成已经2%了,有没有 that's the reason,为什么 这个是最大的原因 为什么我不喜欢把我的钱放在银行 我甘愿把我的钱放在投资付口 如果把我的钱放在投资付口的话 我从投资付口,我去投资在一个最简单的 最容易的东西,就是我去买S&P500 我把我的钱放在投资付口 我从投资付口去买S&P500的话 在一年里面呢,我起码赚5%到8% 你知道吗?很简单的5%到8% 这是最简单的方式,来怎么样 你也可以在美国股票上 赚你的钱好过放在银行里面 你知道不知道? 如果你放在银行 能给你多一点盈利的话呢? OK啦 如果你放在银行 没有给你这么多盈利的话 你还要放在银行干嘛? This is the reason 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为什么我不把我的很多的钱 放在我的银行里面 我把我的很多的钱放在我投资付口 从我投资付口 我买稳稳的股 让那个股给我我的回报率 我的回报率都多过我们 我们的国家银行给我们的回报率 在这个影片 希望在这个影片你没有学到一个东西 有学到的话 给我一个赞 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在这个comment问我 我会回答所有的同学们的问题 嘿大家好 这是Kosh 我们在下一个影片见 拜拜